随着疫情趋缓 许多活动也都开始陆续的恢复举办 新北市淡水区新星里里长在过去都会定期邀请长者 来进行动健康活动 不过这一次配合淡水马街医院社区长者关怀照顾 邀请到了老师来到了新星里 教大家适合长者的动健康 并且准备老虎造型的装扮 在今年适逢虎年的夏天 20多位的长者变身成为小老虎 一起来做运动 我们很感谢伟杰议员和马街医院 那伟杰从一系列的那个手作生活 到今天的动健康活动 那总共有五堂课程 那新星里里从成立 饮宝俱乐部以来 就是一直致力在饮宝方面的一些动健康活动 那我们常常邀请我们的长辈 走出客厅走入人群 走入新星里办公室 共创一个健康热活的一个新星里 李长表示新星里成立 饮宝足俱乐部超过两年 而这一次上课 共有五堂课 每天课程都会邀请里内长辈 走到户外 走出家门来到集会所上课 而这一次更准备老虎造型的头饰 还有非常吸睛的虎尾巴 就连新北市议员陈伟杰 也来一起换上老虎装 与长者同了 真的蛮可爱的 我想我们很多的长辈在现场也都跳得不亦乐乎 我想这个就是我想我们在李林的这些活动当中 尤其我们里长的用心 让我们这样的一些乡亲 可以有享受这样的一个乐趣的一个时光 我想我们新星里跟马街这样的一个合作 更是非常有意义 我们也希望马街医院 继续秉持着马街博士 在台的各项服务的一个精神 持续为我们淡水地区来做一个守护 我们也会一起来努力 希望淡水可以越来越好 议员表示今年适逢马街来台150周年纪念 对于淡水马街医院平常就深入邻里社区 举办各项关怀长者的活动 这一次更响应到虎年创造话题来变装 让长者不仅是能够动健康 也可以动得非常有趣味性 也期盼未来可以持续下去 让长者身心灵都保持健康 记者学端一代学采访报道